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聊聊这个宝马mini冰激凌辱华事件 你们是不知道啊 就这一个事件养活了多少臭流氓 那所有话说得好吗 说人不辱华 他华自辱 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宝马辱华事件 而是中国人自己看不起中国人的这么一个事件 好那怎么回事呢 咱们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了 但有些朋友还不知道 咱们呢三言两语的 给些朋友简单的概述一下 简单的解说 就是在这个车展上 宝马mini这边有个盒 里边呢是有冰激凌哈根达斯的 哎呀高端打击上档次 要发给这些来预约来体验的这些用户 结果呢 先是两个中国小姐姐 从这过去的之后 要冰激凌 店员说没有辣没有辣 这个时候呢 来了一个老外 也要冰激凌 就给了 然后这个拍视频的这个博主啊 注意的这个有意思 就是这个人 他很明显是在这蹲守的 好像就故意是要看这冰激凌有没有的 但是这个咱们都先不说啊 这些后话 就是老外要到冰激凌了以后 吃上之后 旁边这个拍视频呢 就过去问说 我也要冰激凌 还有没有 人就说不给了 就没有了 所以呢就给了一个这个这个网上传到视频上了 就说说这个宝马辱华 宝马迷你辱华 哎给外国人不给中国人 怎么着中国人不配吃冰激凌啊 一下引爆了网上的舆论 那观众朋友们你想一想看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尤其是中国的舆论市场上 一旦说跟洋人沾上边 这个话题一般都会往哪几个方向走 对吧 要么就是我爱中国 中国好棒 中国有这有中国有那 那个著名的叫什么福什么什么的博主 是吧 另一个就是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就是体现这个重洋媚外的 还起个名字叫牧羊犬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都是最火的 那郝宝这个属于后者呀 于是整个气氛一下就热烈起来了 为什么我说养活了不知道多少臭流氓呢 有一个就是一个健身的一个博主 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他不重要 但是他的行为很幼稚 我看来 一个健身的博主跑到 文讯赶紧跑到车展现场 跑到这个宝马的这个展台前面 喊 我就想问哪有冰激凌吃 蹭热度 典型的蹭热度 有没有 是不是在蹭热度 我不觉得这应该不是反讽吧 对吧 这要冰激凌吃的 然后下午还有 一人说是要给中国人发冰激凌 我自费买的冰激凌啊 当然我看他买的好像不是哈根达斯 人家宝马发的是哈根达斯 你这自费买的这些冰激凌 可能是吧 水准差了点 但是呢 哎 拿个兜 中国人请中国人吃冰激凌 我们不是吃不起冰激凌 大家一人就给你拿一个 蜂拥往上赶快拿完了 他也不怕这冰激凌也有毒 所以说最好您还是 对吧 原封不动的 你也去买的那一兜 哈根达斯 你看你掏不起 掏不起这钱 这爱国也不使得投本 这个也确实有点low 好吧 这是一个 再有呢 就是那帮国产汽车的展台 宝马这边出事之后 宝马出事之前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啊 估计可能是没有 但是宝马出事之后 这帮国产汽车的展台上 都开始背了一个盒子 来请大家吃冰激凌 以此来招揽顾客 那看到这儿 转头都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的臭流氓 还主要 不是说全部 但主要是指这几位 为什么 中国的国产汽车 这些天网上 你们可以看到啊 经常爆出来的 那种电动车自燃的 开开什么 是自燃的 然后华为那个汽车 对吧 号称自动驾驶 然后怼人的 或者等等 一系列许多的事件 你就知道 中国国产汽车 结合它过去 这个几十年啊 这个经历 你就知道 他们的利润点 完全不在于说 跟国外一样 我车好卖 你们都买我的 我的客户量的增长 带来收益 中国国产车的利润点不在这里 你们知道国产车的利润点在哪吗 国产的利润点在于 我只要过了保修期之后 这个车很快就会坏 我把我所有的材料 什么很多东西 工艺 我给你省到 就能撑过保修期 然后你车就坏 我是在这儿 挣我的利润 因为国内 愿意买国产车的人 就那么些 这个人群 基本上差不了太多 永远是消费他们 那我们怎么争利润 我们就是争这半利润 所以你在国外 或者买个别的牌子车 你可能企业才开5年 开10年 开15年 甚至更久 但是在国产车 那不好意思 您要是说运气不好 超着了 您这车 开不了三五年 那就是著名的那种说法 就是除了喇叭不响 哪都响了 对不对 这国产车的口碑 大家尽人皆知 稍微只要没有新闻舆论 屏蔽的 你们自己买过 体验过的 那都是叫苦不响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招揽顾客 你应该用什么招揽 我来这儿看车展 我是来吃冰激凌的吗 一辆国产车再怎么着 对吧 它也得上万吧 那一盒冰激凌才多少钱 我买一辆 我为冰激凌买一辆国产车 我有病啊 脑子有坑啊 对不对 所以买国产车这个问题上 如果咱们从正规的 不流氓的手法 来方向来思考的话 那就是提高质量 这是国产车招揽生意的 最核心的要素 这是不流氓的玩法 而至于你们这种什么蹭流量啊 蹭什么辱华不辱华的 蹭什么歧视不歧视中国人的 这全部都是耍流氓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不知道您是否认同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点 第二点网上现在有声音 也传出来 你可以看这图片 这是一些网上截图 据说有很多人问当地的 这个就是跟能拉上关系的 宝宝密尼的员工 据说呢 是这个老外是个员工 他是去拿这个员工配给份额的 这个冰激凌 但是被拍下来故意找事 这就涉及到前面我说的这个拍视频这个人了 可能短视频咱们看多了 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离奇之处 但是你仔细想想 正常人谁会去盯着这个宝马密尼的这个展位拍去 对不对 先拍到两个小姐姐去要 没有要到 然后又拍一个老外就要到了 你怎么知道这老外会来 对不对 是不是长期在这蹲守的 这个拍视频的人 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来这儿是为了拍宝马密尼的吗 你不是应该来参加车展的吗 那你就一直在这儿待着是吗 等等等等 所以让人很难不怀疑说 你是不是就是压根的 甚至说你有没有可能 就是其他那些国产车品牌 你派过去就拖 就专门贼准了什么特斯拉呀 宝马这些品牌去找事 只要被拍到一点事 马上形成舆论风潮 然后把流量引到国产车去 我甚至都有这方面的怀疑 这种套路 你中国这些厂家 你也不是没玩过 是不是这么道理 所以如果这个图片为真的话 那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如果这个图片为假的话 我们就以这个当事人 以他视频拍到的例子 我们拿这个事实来说的话的话 那你说是人家宝马歧视你中国人吗 难道不是这些中国员工歧视中国人吗 对吧 就你即便是以这个视频 以你的这个拍摄者 有嫌疑的拍摄者的这个视频 都不是宝马在辱花 是你中国人在辱花 这一点从中国的一些行为 中国人的一些行为 你就能非常看得出来 网上有无数的人举无数的例子 我就不再举了 你们生活中可能生活中都有过交集 咱远的不说 之前封城很严的那段时间 都居家步属出来 中国人憋得受不了了 家里都快饿死了 上街买菜 就省捆锁网 就给抓起来 那有老外去咖啡店 就要喝咖啡去 不爽没咖啡喝了 警察就只能劝阻 这事大家还记得吧 对吧 然后再不提再往前倒 天津 不是 山东大学学伴事件 有印象吗 留学生宿舍 跟这个普通大学生宿舍 严重不符 包括等等许多类似的留学生待遇 和中国人学生待遇的差别对待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说宝马这冰淇淋 人家说买得起买不起 有这个怀疑是吧 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觉得说是不是我们中共买不起 你不给我们吃 觉得老外买得起给老外吃 可是你这下拿来对标 这个留学生的事 那就说不通了 留学生 你中国的学生是正儿八经 这个真金白银收的学费 而你招了那帮不知道什么哪来的 国家的这个留学生 你不仅不收学费 你还要倒贴给他们奖学金 然后让他们住的比中国人还好 见不见啊 是谁在羞辱中国人啊 对不对啊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宝马够有意思了 那至少前面还有300份冰激凌 还分给了其他的预约的中国人呢 你要知道现在上海 那边还有没有300个外国人 都不好说了 现在网上铺天盖地 在传一年前的这个四月之声 是啊 有人说吗 说现在上海 包括中国很多的老外 都少了好多好多 都走了 现在还留在中国国土的老外 珍惜吧 见着一个少一个了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专头很早就说过 中国很多粉红 他们心里是有疾病的 因为过度的自卑 才会产生出今天粉红 他们过度的这个自傲 走到哪儿 都哪儿都是nsml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极度的自卑 你看这次世界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边宝马不给你吃冰激凌 那边中国人 虽然他自掏腰包 没使得掏这个哈根达斯的钱 但是他自掏腰包 去给各种国人吃冰激凌 咱也不提他是不是什么 这个带节奏啊 带流量什么的 咱就说这个事情 本身的内在的心理逻辑 他希望什么 他希望中国人看到的企业 那OK 宝马 外国人你看不起我 我自己看得起我 他的心理内在最朴素的逻辑是这个 然后围绕这个逻辑的外延 才伸展出什么流量 再伸展出什么其他类的东西 咱们不说 咱们都说这最核心的问题 对吗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心态 中国人有多少遍地都是 但是他们可悲就可悲于 他们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 因为他们把眼光稍微再放远一点 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人最狠的 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 恰恰就是他们的政府自己 刚才还忘了说了对吧 这个北京这边这个医院着了火了 说是烧伤烧了二十多个人 结果你看图片 旁边就是消防支队 这火灾就能烧成这样 这你不辱华 对不对 再包括中国 咱们说的说了 说烂了 说多少次的 中国的农民有多苦 中国的孩子有多苦 然后中国大把大把钱 洒到国外去 支援别国教育建设 支援别国医疗建设 今天看了好几个 那个中国的那种视频 夫妻几个人 两个人一起都查出来 查出来有那个癌症 然后俩人就走了 没钱治 就熬着呗 你中国人的钱 为什么就不能花在你中国人的身上呢 在这种最巨大的辱华面前 对吧 从头数嘛 从圣上开始辱华 然后从官僚机构开始辱华 然后从留学机构开始辱华 从社会管理机构开始辱华 连社会治安管理过程当中 都是老外和中国人另外一套 是吧 叫建教法怎么说的 叫涉外无小事 是吧 从开始辱华 在这种层层级的辱华面前 宝马mini这个算个灯啊 对不对啊 那些辱华你怎么不去抗议啊 那些辱华你怎么不去推翻啊 就贼住这一个了 所以啊怎么说呢 这件事情就是个闹剧 甚至有可能 不是说我给宝马洗地啊 我不喜欢宝马 我们家没有一辆宝马 我不喜欢这个牌子的车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 咱先不说后面 是不是有人在后面 刚才我讲推测的那样 进行这个推 煽风点火 推波住来 咱就说没有这东西 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来说 就是一件 偶然发生的小概率的事件 顶多算个小误会 只不过被有心人 炒作 做大 变成那个辱华 让一帮臭流氓 狠狠地赚了一波流量 搞不好啊 就这次车展 搞不好有些人 因为这个被爱国热情 这个冲昏了头脑 好 宝马你不够冰淇淋 反正我也买不起 但是没关系 这个话你没听见 没听见 我没有买不起啊 你没有听说 我就去买国产车 我就去买 我去问东风 是东风还是什么 我怎么样 就是我买国产车 哎 搞不好真有这傻子 就被冲昏了头脑就买了 买完了后几年 一过保修期您就哭吧 您想尸不尊头说这道理 所以啊 总而言之 严而总之吧 中国人如果说想要有资格 注意啊 我用的是资格这个词 对 你如果想要有资格谈论说 外国人什么辱华 什么什么区别对待 先要解决自己国家内的所有的超国民待遇 您不解决这个超国民待遇 您不能让留学生和这个普通大学生住上一样的宿舍 享受一样待遇 您啊 就没资格谈什么辱华不辱华的 要不然就落实了撰头说这句话了 人不辱华 华自辱 好了 今天话题呢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欢迎点个订阅点个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